爸爸 媽媽到底誰負責帶小孩 在美國六月十八父親節這天 再度引發討論 也讓人想起年初 眾議院議長選舉 吵得沸沸揚揚之際 民主黨眾議員葛梅茲 突然抱著小兒子 來到國會殿堂 大方為小孩換尿布 乃爸形象瞬間 怒獲無數選民 其他人在政治角力 他在培育國家幼苗 隨後這位民主黨籍的 加州眾議員葛梅茲 更攜手紐澤西州的 眾議員金安迪 和紐約州的高德曼 三位奶爸 加上一位眾議院媽媽成員 成立眾議院奶爸黨團 聚焦推動育嬰假 幼兒減稅等各項 家庭福利的相關立法 目前美國人是全球少數 沒有法定 擔心探親假的國家 導致只有四分之一的勞工 都能夠在小孩誕生或照顧家人時代薪休假 低收入勞工有代薪假的比例更不到兩成 如今在今年父親節 美國參議院火速通過決議案 認可父親節的官方地位 並提到爸爸在育兒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 隨著這波奶爸效應逐漫延 現在眾議員還想爭取在國會多放點尿布台 一聲作則宣告育兒不該被秉除在辦公室門外 現在新聞 尤懷正報道